话不多说继续咱们的快速打印系列来黑一黑印度 就在咱们正在欢度武疑的时候 印度人入境中国隔离两周后复阳了 而且重要的是该名印度男子还坐火车到过上海杭州和义武 这尼玛简直就是定制炸弹啊 在此之前咱们的周南山院士就多次的提醒过 一定要预防注意新冠的多重变异 现在印度是直接把这个弹又变成了现实 就印度现在的疫情状态有相当大的概率 会引发全球第二国的疫情 就这两天世卫组织也说了 印度的这个检测能力那是相当的差劲 检测能力那是相当的不足 在瞒报这方面也是相当的严重 他们预测印度的实际确诊 可能是印度官方通报的20至30倍 实际确诊可能是惊人的5.3亿人 哇丢震撼我妈意志里啊 印度这是朝着全民变异的方向走啊 所以就他们每天确诊的30到40万人 这都是瞒报的 根本就不是真实情况 只是检测能力就到这儿了 实在是没法测了 而且多种证据表明 印度瞒报数据这个事 是直接打了他们好几次 脸都坐实了 北方帮那个样惨的都不行 富人们都坐着飞机跑 穷人们呢只能留在这边生化战场 就印度的疫苗生产商啊 印度血清所的CEO直接给跑路了 研究疫苗的都跑了 我也没法说是怎么回事的 他自己说的啊 因为他觉得他现在在印度 生命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所以我就直接溜溜球 上去就是一个提筒跑路 为了不那么丢份呢 还自己强调说了 我去英国是为了谈合作地 下个星期我就回来了 好嘛 贾跃停直呼内行啊 印度现在这个新冠的变种 究竟是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为啥研制疫苗的都跑路了 之前咱们说的印度双重变种 到现在已经发展成三重变种 这个叫B1618 就目前状态来看 在未来四重变异 我觉得都是极无可能发生的 就已知的这个三重变种 就会给人造成口鼻流血 意识模糊 结膜炎和腹泻这些症状 说实话这都快感染爱过拉了 这个三重变种欺骗性也特别高 检测的时候好好的 是阴性的 但是实际上早就感染了 本来咱们说的是中老年人 容易感染新冠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 大多数年轻人 你也跑不了 致死率它是相当地高 这种症状最先出现的是在 印度的西洋加拉邦 那会儿这个病毒还处在 双重突变的状态 但是直到大湖节前夕 也就是四月份以来 双重小病毒 一下就直愣起来了 占到了印度确诊 新冠人数的70% 更可怕的是 这个变异它还就散播开了 除了印度之外 加拿大也没逃得过去 在安大略省已经发现了36起 加拿大也是赶紧宣布 把印度的航班全部停掉 这要是不控制那家伙 可能让本来就挺嗨的 加拿大变得更嗨 针对现在的现状 孟加拉邦的内阁劳工 和法治政府部长 莫罗伊加塔克 发姆特就说了 印度永远不会原谅目的 他忽视了新冠病毒 大量人民群众 歪歪丧命 还把大量的疫苗 出口给了别的国家 虽然这个疫苗吧 我个人觉得是也没差用 你再看它的配图 配的什么图呢 印度的火葬场 那个惨有 你再看看印度政府 是怎么处理这问题的 联系某队官方 火速删文 说什么他们所认为的 不实言论啊 还有印度医院现状啊 这种是删的一感而性 这不就是咱们中国一成语 就言尔道理吗 你有这联系删文的时间 多归中国供应生 打打电话 给点滞氧机多好 那实际情况都那样了 你再怎么删 能把人的生命给找不回来呗 印度政府也就竟干点 这些多余的事 大家觉得印度这波疫情 会不会影响全球二次爆发 如果会的话 中国会受到多大的影响 行了 快乐时光总是短暂的 希望大家喜欢的话 能给个点赞收藏 关注转发 咱们下期快速白云 再见 再见 赞えて 咱们下期待 咱们下期 показыв